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曾志祥 今天是11月1号 11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现在时间比较稍微早一些 是2点48分 所以三大法人的数字 在差不多五分钟之后 他才会出来 就这个软体而言 那当然我们现阶段 在今天的整个盘面上的重点 那当然你应该在Lite上面 你也看得到 想说不要乱追股票 那为什么会这样谈到呢 因为现阶段 我们观察到最近这段时间 真的内外资对做了 这样子的状况 是比较明显一些 那外资最近这两三个交易日的时间 已经开始有一些些的异性阑珊 对于台股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你其实这两天的时间 特别像今天外资的起货多端 又再度减少 这个选择权的这个买卖权的这个进空单 又增加到了将近 差不多18万口的这样子的数字 所以外资在这一路以来 他藉由拉抬一些全资股 重要的全资股在拉的指数 撑着指数的同值 内资却一直拼命的在后面 有一些扯后腿的这样子的现象 那如果我们来统计一个数字 大家会更为明白 更为明确一些 今天这个我们从这一天来开始去做一个洗算 为什么会从这一天呢 因为这一天极达上去过高之后 突破之前高点之后呢 八大关股就开始采取连续的卖超 每天都几乎都是站在卖方 八大关股从10月11号 就是这一天开始 从这一天到昨天来说 到昨天为止 这短短的这十几个交易日的时间 八大关股它竟然已经卖超了136亿 关股卖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在外资的部分 这一段时间 我们同样用这一段时间来去做一个统计 外资总计是买超了402亿 那当然绝大部分是买超了台积电 那自营商的部分 因为最近买超的数字开始有所增加 而且增加的幅度还不算小 这一段时间10月11号到昨天为止 自营商是买超了80亿 那同期间呢 融资增加10亿 融卷增加6717张 所以我们说 这个盘式基本上它还是多方控盘 因为筹码还没有很零万的这样子的现象 但是就这这段时间的筹码来看 但是如果说从最近这三个交易率的角度来看的话 昨天融资再增加了14亿 然后自营商买超了25亿 这样子的现象 那当然它变成说 这个筹码短线客可以显现出来 短线客甚至一些短线大户 在昨天又冲了进来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为内外资呈现一个对坐 土洋对坐这样子的状况 再加上一些短线客 在昨天又冲又蜂涌而至进来之后 那当然筹码稍微的乱了一些 当然就造成今天的盘势 一开上去 仕途要挑战高点 然后在上面晃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后 然后后来就还往下走 还一度放黑 而且在往上攻高的过程当中 它当时找盘的这个成交的预估量 还接近来到了1400亿 可以说是它其实早上已经放量 再做一个攻击 但是最后却无功而反而翻黑 然后最后一笔是由尾盘拉上来 所以才涨了12点 所以你会看到今天成交上是来到了1272亿 比起昨天的1178亿 多了差不多100亿 但是指数却只有涨了12点 所以各位所有好朋友 现阶段的整个盘势 因为国际股市它还是整个都是偏向在多方 但是由于台北股市 因为内支有一些到货的这样子的现象 东拉西出东拉西出这样子的现象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盘势 外支最近这两三天的时间开始 有些买盘缩手异性蓝山的这样子的状况 比起什么 比起各位所有好朋友 来 比起国际股市像是亚洲盘 美股就不用讲了非半很强 那比起亚洲盘今天 哇 这个南韩指数上涨1.31% 日本还上涨了 这个所谓的这1.86个百分点 南韩最近这两天可以说是用喷出的方式再往上冲 但是很可惜的台北加全指数 却因为内支的扯后腿而造成这样子的现象 然后我们再来 各位所有好朋友 这个三大法人的数据刚刚公布出来 所以我们前面稍微刚刚讲了一小段的时间 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 我说外支稍微的有些异性蓝山 的确各位说好朋友 今天的外支在继续卖超的第二天 他昨天是小卖超 今天一样是小卖超卖超了16亿 所以在今天找盘整个盘中的时候 刚刚我还在有其他分析师在跟我讨论说 这个外支应该还是买 我说这外支今天应该没什么太用力的动作 考不好是在卖超的 所以今天的外支等于它是期货减少了3000多口 然后这个现货部分减少了16亿 反倒是又是自营商买超了8亿 昨天买25亿 今天再买8亿 各位好朋友 这个结构算是很OK的吗 所以我们今天盘中的这个letter才给大家的这个通知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通知的报告 我们写的是不要乱追股票 在差不多11点多的时间发出去 那当然我们今天除了这一点之外 那对于我们投资朋友来说 现阶段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真正一直持续赚钱 或者是现阶段要怎么做才能够安全的赚钱 阿翔老师的看法是没有改变 还是选择那种低价低档底部的股票 纵使它不是现在马上涨 未来它还是会一定会涨 为什么 因为资金是轮动的 你了解阿翔老师的意思吗 盘它是多头 如果假设这些盘如果往上冲或者是回党 它的结构一样 这些低档低价的底部股票 或者是整个放量出来要去做攻击 这种底部形成的股票 它自然而然它也会往上冲 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说 涨有机会跌也不胜的一种概念 那当然我们再回过头来 我们今天要给各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就是你不要到处乱追股票 这个其实整个观点是还是一样 那你其实你去回想过来 各位学校好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在指数攻上一万零七百五十点之上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 哇塞 好多的黑K哦 这真的是多头吗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感觉 这种奇怪的感觉 你有没有发现 哇这些横盘的时间 哇好多的黑K哦 有人说是压着盘式 但其实也不能说是压着盘式 而是因为内外之对坐的这样子的状况 所造成这样子的结果 当然有些投资朋友也会觉得说 可是最近好像有一些题材股还是吵得很凶啊 像MOSFIT啊 像前阵子 然后像前阵子的在比特币啊 哦 讲到比特币就有趣了 你如果真的有在关心这一块的朋友 你难道不知道从七八月份的时候 很多的矿卡都已经开始倒出来了吗 都已经在 所谓的矿卡 谁的是什么 就是那种专门挖比特币的这些 这些公司我们讲公司奥了 因为他们需要好多的显卡 所以那时候像什么6150的汉讯 才会标成这个样子 那么当时一窝蜂在成立这样子的公司来去挖比特币 但是呢 其实从七月份以来陆续都有这些公司开始陆续收起来 那他买了这么多的显示卡 那其实都已经开始在市场上抛售 用很便宜的价格抛售 那当然为什么便宜 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有研究电脑了 你应该知道原因 那我们今天在谈股市 我们就不讲这一个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根本原因 前因后果 因为比特币的飙涨先前 那到后面呢 在这些陆续一堆人加入之后 一直在挖矿 一直在挖矿 在挖比特币 在挖挖挖挖挖挖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真正去搞清楚 现在的市场概况的时候 你如果当时只看着那些相关的概念股在涨的时候 你就会忽略掉了其中的风险 因为人家已经慢慢在退出市场 那当然 比特币主要的概念的指标股是3441的创意 因为毕竟先前他有涨过一波 先前的确 如果就事论事的角度来说 的确这一段做起来是开心的 但是后面这一段做起来是非常不舒服的 那创意因为毕竟是比特币相关的指标股 而且还要是比较偏高价300多块 那比较大多数的产物朋友会介入的一定是这一档 3661的事情 你难道都没有看得出来他最近在搞什么鬼吗 来我们跟各位讲这一天暂停 然后呢 一红一黑一红一黑黑 红黑 在干嘛 想想这个问题 各位说好朋友 这就是为什么阿长老师最近稍微在操作上面 带会员朋友的操作上面 我们非常谨慎的原因 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出货的现象 我再举一档个股的例子 这两个股是我先前 在上个礼拜特别点名出来 这两个股 我说在那时候点名出来的时候 我是在这边网络节目应该没有讲 应该是我们是在广播节目讲 这两个股是什么 有望 为什么我特别点名这档股票 因为那时候我有一个新的会员朋友 他拿这档股票来问我 然后问他说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要去买这档股票 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他说因为他之前已经不想跟了老师 一直拼命叫他买这档股票 然后我说在这个时间点 你为什么要去买这档股票 我说这档股票 我不能说他接下来不会继续涨 但是我那时候在节目上面还特别强调 我跟那个会员朋友也讲 我说但是这档股票一旦出事就会很严重 他之前的分析师叫他买在这个位置 的确他后面又稍微小涨了一点点 让你稍微觉得有利可图 后面哇哇哇 这样价差已经来到五块钱了 输五块一张 那时候我们的论点是什么 今天我的答案很简单 你如果只看市 只看他一直在涨 你看他的趋势 他的确是先前是多方趋势 那如果说你有观察过他的筹码结构 或者是对这家公司你有所曾经去了解 而不是只看他的价格只看他的这个这个量能的话 你就会发现他之前其实有一些的状况产生 那我当时候我在广播节目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说今天你身为一个分析师 怎么会去叫你的会员朋友 在这个位置跑去买这间公司 之前有一些状况的 然后再加上什么 融资使用率已经来到了92%的股票呢 各位说话好朋友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主力锁单 主力锁筹码 那能够锁到超过100%吗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 为什么6107的华美会出事 而且除了这么严重 华美在一年之前还是90块多 但是当时他的融资使用率 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那时候有看 没记错的话87% 了解这个意思吗 我那时候还剩90块钱 现在剩9块多 所以我那时候才会说 你身为一个分析师 你怎么会叫你的会员朋友 在这个位置跑去敲净2444的有望 当然我最近对这家公司 我没有去批评他好或者是不好 我们只是就一个客观的使用 这个一些筹码数据的概念 来去给会员朋友建议 所以这个会员朋友 他后来也很感谢我 因为他说 他买进去的时候小涨一点 他说阿翔老师 听到阿翔老师告诉他 你怎么会去买这种公司 赶快把他卖掉 这两天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我比较谨慎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 除了你每天 你看到整个加权指数 奇怪的外资 明明就站在多方 然后结果 每天都是奇怪的黑K 原因是在这边 因为我们看到 有太多拉东出西 内资到货的现象 所以操作上面来说 如果说您最近 还是很偏爱那些题材 自己操作上面 手脚就是快一些 那对于 当然你手脚快一些 你还是有办法 能够从中获利一些 但是呢 我们今天真正要表达的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如何能够 比较安全 能够赚钱的机会 你还记不记得 刚刚我一开始 谈到一件事情 谈到了什么事情 就是这段时间 关股 他从10月11号 到10月31号 总计卖超了136亿 好 那这一两天 外资开始稍微有说 有一点点去做减码 那我做一个最简单的假设 如果外资继续做减码 那你关股又先前一直在卖 他还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基本上他就先回 基本上就先回 当然就现在的技术面来说 他算是一个压着盘式 有机会往上攻的盘式 但是就筹码的角度来说 他其实并不是 所以我们在现阶段回过头来看 你说 那阿翔老师 这是不是要翻空了 不能这样说 因为他是一个多头行情 他是一个多头格局 不管月线上扬 季线上扬 年线上扬 他从趋势简单的角度来看 他是一个多头行情 没有错 只是有些个股 他内支会拉东出西 到处搞鬼 到处这样子 做一些手脚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多头行情当中 你有时候在这个时间点 很多好朋友 他会忽略掉一些 该有该注意 应注意的一些风险 所以在操作上面来说 一开始我们给各位的建议 还是一样 你就是不要去追高 再举一档个股的例子来说 2354的红准 昨天也跟各位说了 我们昨天不会去追他 为什么 我昨天给会员朋友的讯息 我说这个短线上转强冲上去 但是有考量到短线客 忽然最近这一两天 是有冲进来这样子的现象 所以我们在昨天的 给会员朋友的讯息当中 我说今天目前红准 已经来到96块钱 由于先前我们第一档 已经买很多 所以今天不用去追 所以你就一个操作的角度来看 你先前这边都一路跟着 阿翔老师在第一阶 跟着一路买上来的 你昨天不会去追价 如果说你昨天去追价 今天马上就是稍微套了一下小套 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 你看另外像是最近这档个股 也非常的热门 也非常的热门 你看指数盘中稍微翻黑了一下 六四三五的大中 哇这瞬间就整个击杀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 所谓左手换右手持股信心不够 所以他先前一段时间 都是左手换右手自己拉上来 然后右手闪雾上车追价 追价一旦不顺之后 有时候你会看到一档个股资卷同步增加 他主力他其实是利用这样子的方式上下其手 他都能够赚钱 但是你散户朋友 如果没有跟着资卷同步增加 你只做多的话 追错的位置追错的方向 你一样会套牢 纵使你看他是一个所谓的多方趋势 你了解阿翔老师要表达的意思吗 这个可能跟很多好朋友 过去所熟知的一些技术分析的观念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现阶段就回过头来 你要一个比较能够稳定安全赚钱的一种方式 特别是尤其在这个时机点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 你低价低档底部的股票 涨有机会跌回也不深 另外一些你能够比较确定 能够比较确定他未来成长性的一种概念 一些个股那就很OK 不是单单纯所谓炒题材 所以涨价它也是只是一单纯一种题材的概念 了解这个意思吗 我再回过头来举黄准的例子好了 黄准今天跌下来 稍微跌一些 当然因为昨天农资增加了3000多张 自营商又跑进来买2000多张 你当然一开盘就先洗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几件事情是什么 第一个因为阿翔老师的成本很低 86块多87块88块很低 所以他这样洗其实洗不到我们 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重点 当然这个营与力回升的问题 第三季季报应该基本上是一个不错的数字 因为毕竟它包含了两大重点 今年同准它到年底还是看好的原因 包含了大家所知道的iPhone X 还是更重要的就是任天堂新主机的Switch的这个部分 所以说在两大热销 各位好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Switch iPhone X 都是现在全球最热卖的商品 红准都有它的答 不过我不应该这样讲 为什么 因为我不希望它融资增加 所以我们红准不要谈 我们自己做就好 我们先回过头来看另外一个 6116的财经 最近这两天稍微再继续做震荡整理 继续做一个震荡整理 你可以说是它是一个就日K线来说 拉一段之后的中段整理 拉一段之后的中段整理 因为它毕竟整个急速的量缩 急速的量缩 那周K线这个是周K线 你觉得呢 所以很多时候 有时候它整理就让它整理 这个十月份那时候刚上班的群 刚前阵子 这个面板的报价在出来的时候 其实你看群创跟友达的这个法术会 你也知道 他们在今年第三季的报告当中 其实以及对未来第四季的掌握当中 其实都谈到了一个重点 中小尺寸的面板比较好 中小尺寸面板比较好 那当然财经本身就供中小尺寸的这个部分 比较主要在这一块 那第三季的季报 基本上我认为是会是一个不错的数字 因为毕竟它的寄增率 营收的寄增率是40% 那你加上它先前又有整个中小型尺寸的面板 它其实从八九月份 它其实是一波的涨价涨上来 所以现阶段来说 其实你对于它的季报的数字应该会不错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去稍微的估算一下 一个简单的估算 0.89的这样子的数字 0.89上半年 那第三季如果稍微跟第一季差不多的数字 这个本一笔其实是非常偏低的 所以纵使它现在再怎么整理 再下 它反而会更有价值 所以它的整理 我想是基本上也不会去担心这个问题 反而整理能够洗愁 不是更好吗 那当然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一下 这个纺织股的部分 虽然说最近这一两天又稍微没有什么表现 又稍微在做一个休息的这样子的状况 那这个是1457的一镜 这是它的日K线 你有没有发现它日K线 先前攻了两次之后 这一根带有上影线 后来开始就急速的亮说了 你觉得呢 你可能看到这边也会想说 阿翔老师 你都说你觉得呢 那我们干嘛看节目 基本上我试试看好了 这是1557一镜的周K线 短线上比较大的压力是出现在上个礼拜 先前比较强势攻击的这根强后K线 是这么放这么大量 然后隔天是这样子 这是周K 现在是亮出 那你觉得 那其实一镜的部分 我们还是要探讨几个重点 探讨几个重点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因为它其实 它是一个非常低档 低价底部的股票 那刚刚你看 它的周K线 也是非常低的这样子的学位 所以在上个礼拜五 跟这个礼拜一 很多中小型个股 杀了一番 翻天乱七八糟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种股票 基本上都不太会有事情 因为它低价波动幅度也不大 但是冲上去就会有 它的机会幅度就会大 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因为你其实看 它营秀的成长状况 其实在今年 它其实是有陆续在回温的 陆续有在回温的这样子的现象 营育率也其实也开始回温了 从第一季5.53 第二季4.63 都比起先前 你可以看得出来 比起过去一年的时间 都还有所是呈现一个增长 这样子的态势 而一镜的部分 其实它主要的重点 因为我们看上的是什么 我们看上的是 因为你这些纺织产业 它其实是非常成熟的 一个产业 那除非你是一个比较超科技 比较高科技的这些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机能性的纺织在走 那当然一镜是有了 不然它就不会 不会有办法去打入 这个美商Cocona的这个供应链 那这个打入美商Cocona的 这个供应链的部分 这个产品的部分 预计在今年第四季会上市 所以我们其实看好这一块 而且它又有参股 那当时他们开记者会的时候 谈到的是要参股在美商Cocona 这个部分是10% 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整个经营的结构的角度来去做一个思考 因为仿制它是一个变成说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 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 你当然必须去掌握下游的通路 你才会是真正的赢家 那当然我们这边谈的是说 如果你今天借由这样子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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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股的合作 再加上打入供应链的这样子的状况 你到了明年 你或者是你接下来 你所看到的它产能就放出去之后 它自然而然营收 它就会回温持续回温 所以你有可能在明年看到1457的一径 跟今年是它有可能就完全变成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的合并之后 或者是参股之后 它的忠效是会开始慢慢展现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说短线上纵使震荡 基本上我们也不会太担心 第一个我们买的很低 第二个 第二个回下来 搞不好我们还会再找机会 当然这个回下来再接 还要看我们接下来的投资策略要怎么应应 了解这个意思 所以说这个总结下来 其实在现阶段来说 的确在市场上目前比较热的一定是科技股电质股 因为美股在涨科技股跟电质股 但是呢 在此同时我们又观察到了 因为我们刚刚最近这段时间 连路线都看到了好多好多一些 莫名其妙的股票 每天涨一天 跌一天 涨一天 跌一天 今天郁金光也是盘中又忽然的击杀 所以你就会发现 在这段时间的确真的有些股票在涨 但是有些股票一直有人在默默的偷偷的到货 所以在这个时期点来说 我们操作还是谨慎一点 这是我认为有必要的提醒的建议 所以总结下来这些低档底 低价低档底部的股票 他现在 重此不是马上涨 整理完还是会有机会 就变成他是涨有机会 回忆不生这样子的概念 那如果说你还是持续持有一些重点的电子股的朋友 那当然也是OK 但是你要看的是什么 很重要的是什么 第三季的季报 十月份的营收跟年底的营运展望 了解这个意思吗 像这类型的股票 自然而然它是值得去做持有的 好了 那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那如果说您认同阿翔老师的分析 你也认同现阶段有很多的这样子的概念 低价低档底部的股票被市场忽略了黄金 你也认为底部完成之后 后面也会有机会整个冲上来 又或者是你现阶段 你也不敢到处乱追高 那你当然就选择这类型的方向来去做一个着手 那至于接下来还有什么样 真正的业绩其实是真的很不错 也被市场忽略了 第三季季报 也很不错 十月份营收有机会成长的力道是强的 那当然有机会我们陆续一样都会分享在阿翔老师的Lighter上面 阿翔老师的Lighter 这个标是打错的 这个标不是林和彦 是林老师 是曾志祥的老师 阿翔老师的Lighter是小老鼠消写的T233例 小老鼠消写的T233例 不要输入错入 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